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一个风筝代表一根蜡烛为国家庆生 这个遥控风筝完全是本地设计本地制作的 这个螺旋桨是控制飞行速度的快慢 还有这两个尾翼则是控制飞行的方向 还有做出一些翻转的动作 说起来虽然容易 可是真正要控制自如就没有那么简单了 到目前为止 表演者在练习时已经撞毁了将近20个遥控风筝 他们表示强大的风势以及浮动舞台上空的限制 加重了遥控的难度 而且一不留神还会看走眼 辨认不出自己的风筝 遥控风筝的发明人林柯良透露 他最初的创作动力其实来自他的女儿 他很想看到那个星星 那无形中他给我的一个灵感 我就把这个灵感想一下回去 再重新改装设计一下 他很开心 他一直在跳爸爸StarStar 因为也就是说这个爸爸已经把那个Star 从天空带下来 带他身旁转来转去 当局已经联系了新加坡记录大全 希望创下最多遥控风筝在夜间飞行的记录 甚至把它提升给近利市世界记录 2007年国庆庆典 时代转变了 但我们热情莫茧 在一个崭新的地点 沉浸在户外的热闹气氛 体验海阔天空的感觉 见证有史以来最精彩的派对 为新加坡欢庆42岁的生日 滨海湾客国庆 8月9号星期四发五万六言 八频道现场直播 探讨新的构思成了一种挑战 他把国庆庆典变成了一个实验竞技场 这反映了新加坡是个无可限量的城市 他的旅行 Songiac做这种挑战 香港 Rogers成为可乐典变成的 成为所有人知 Singaporeans是全球的 兽创着这种方式 是第一次在 我们拍摄的 在领梱收口的 祝福 它只是一个次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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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呢 最主要是比较困难, 比较困难, 比较困难, 我们也会选择42kites 有很多能力 和技术 所以它是比较困难 而比较困难 我们在森林阿贝 是很强烈的 而且我们也要 告诉所有船员 同时可以选择42kites 这是非常困难 尤其是我们在夜晚 你必须知道 你不能做任何事 这是最挑战的